想要玩一個比較有趣的事情 如果你是在 YouTube 收看的話 請把速度調到 0.25 倍 如果你是在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的話 請調到 0.5 或是 0.75 各個平台的最低速度好像都不太一樣 但反正就是把它調到最低速度就可以了 因為你如果不這麼做的話 你會聽不懂我講的事情 我指的不是智力上的聽不懂 是語速上聽不懂 好 大家都調好了嗎 那開始囉 從前從前傳說 YouTube 演算法的三大指標 包含第一個 click-through rate 也就是別人看到你的影片說圖標題 會不會想要點進去看影片 第二個 watch time 就是觀看時間總長 第三個是 retention 的續看率 當中呢 謠傳續看率的計算方式 就是在網路上面聽流的時間 除以影片的時間總長 所以你如果把一個影片的觀看速度調到 0.25 倍 他算出來的續看率 這位是一倍數觀看的 4倍續看率 那當然更不用說 現在大家都用兩倍數的時間在看肉的影片 所以就是別人的 8 倍 那我會知道這件事情是因為我以前看過一個影片 他就是在玩弄這個機制 然後那個影片的觀看的確已經來到800多萬 就是演算法的確有把它推播出去 但是這影片拍攝已經是在兩年前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實驗就是要看 一 YouTube 有沒有把這個演算法 換一種計算方式 二 其他的純語音平台 像是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他們用來推播的方式 是不是也採用了類似的演算法 所以要做一個小小的實驗 就看能不能鑽一下這個漏洞 好 那正式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都該要聊一個主題 所以今天的主題呢 我們就順勢來聊一下口條好了 為什麼會想要聊這個主題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最近開始觀察到 留言逐漸增加了一些 在嫌棄我口條不好 就愛吃螺絲啊 有很多罪字等等的口條 那為什麼這個情況會發生呢 我就要從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口條開始說起 基本上我認識最聰明的人 他們講話就是語數又快 然後又沒有罪詞 所以我就會覺得這樣子講話的人 看起來比較聰明 會追求這樣子的講話方式 那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偏偏呢 我偏聲講話就不是這個樣子 如果你有跟我聊過天 或是開過會的話 你會發現我常常處於一種情況 就是你丟一句話給我 我會等待好一段時間才開始講話 然後我稍微解釋一下 當我腦中在轉轉轉運作的時候呢 大概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可能性有兩個 一個可能性是 我處理資訊的速度就是比較慢一點點 我就是一個病體不怎麼好被太變了 那不管是你的表情啊 這種視覺的輸入或是音訊的輸入 我在腦中處理就比較慢 所以給你打負的時間比較慢一點 第二種可能的情形就是 我其實速度沒有那麼慢 但是我會在當中不停的自我否證 我就會想到一個想法 然後自己說 那萬一是這樣子的啊 所以我的第一個想法不對 那我還是不要說出口號了 那第二個想法是怎麼樣 可是如果又是這樣呢 那我的第二個想法也不對 那還是不要說出口號了 那一直這樣子就是loop回圈下去 導致呢 我其實從頭到尾都沒有辦法 講出任何事情來回應你的聊天需求 或是開會需求 那其實你可能就會想說 那沒關係啊 你如果思考速度慢 你講話速度慢 那慢就慢嘛 你不會怎麼樣啊 大家也不會怪罪你啊 可是我剛剛解釋過了 我心中最理想的講話方式 是要很快的 那也沒有罪值 所以我就會無形之中不知不覺的 把我的語數加快 因為我覺得這樣聽起來 比較聰明一點點 那在加快過程當中 就會增加很多的罪值 然後導致呢 最後的結果 我就會不停的歸大牆 或者有很多的罪值 你有聽到我講很多 就是就是 然後然後 那一直呃 然後是一種很荒謬 然後很諷刺的結果 就是 追求語數 反而讓我看起來更笨 那身為一個有在做節目 或是有在做現場表演的人 我覺得 這種情形其實可以靠 前置跟後置來解決 什麼叫做前置來解決呢 好比說 我在錄節目之前 我先打好一份主字稿 那我按照那個主字稿念 好比說以前夜夜秀的時候 就是會有提詞機嘛 其實你如果常去OpenMy 你會發現 我每一個新的段子 在練習第一次的時候 我的容顏對值也蠻多的 但是 長期練習下來 我可以把這段表演練順一點 那當然廢話就會減少很多 那以上這些東西的前置作業呢 我覺得如果你硬體 就是大腦的意思 跟我不一樣 倒是沒有特別需要 把主字稿的需求 是因為我天資不足 所以我才需要做這種 額外的努力 那第二種可以優化的情形 就是靠後置來解決 我在猜想 最近這一波 說我講話很涌醉的流言 大概是從 這個Podcast開始影響化之後開始 那這個其實 沒有要關注任何人 我覺得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如果它是一個 純語音的Podcast 你其實可以把點接點做得很碎 把那些就是慣用語全部都剪掉 但是如果今天要配上影像的話 它全部剪起來 一直跳一直跳 很不好看 就看起來很像那種YouTuber的影片 就他們每一個購點都會有個剪接點 一直跳一直跳 這樣子影片不太好看 但影像化之後 你就會發現這個Podcast在聽感上面 有一點點的下降 至少我自己是這樣子覺得 理想上的情況是說 我改善自己的口條嗎 畢竟我以前 博音或是要自己剪接過個大概兩三集吧 每次剪接的時候 就會很偷恨自己的講話習慣 就想說我為什麼講話會這個樣子 一直噁啊就是 然後全部都要剪掉 我自己剪起來覺得超級痛苦 但是就沒辦法 這個是今年累月下來的壞習慣 我就算我有個決心想要改 它在短期之內也沒有辦法改善 再加上現在又沒有辦法 靠後製的方法來遮醜了 所以就只能跟大家說明一下 一樣回過頭來 你這時候可能又會想說 跟剛才一樣 那你講話你就慢一點吧 難道你語數放慢之後 你還會有這麼多的容顏追知嗎 不會嗎 你慢下來你可以思考過 一整句話該怎麼講 然後慢慢的講出來 所以就扣回今天的大主題 我就知道教訓大家說 其實語數也有差 這個差別並不只是說 它聽起來比較聰明而已 而是在演算法就有差別 如果今天YouTube沒有改變 它演算法的計算方式的話 這支影片沒有意外 應該觀看會比以往的影片 稍微高一點點 或說不定會爆發 我也不知道 就做一個實驗 如果其他的平台 Apple Podcast Spotify 他们的演算法也是类似机制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所以那些前几名的Podcast 他们是不是因为语速的关系 有点吃香呢 前几名的Podcast是不是讲话 都是语速比较快一点点的Podcast呢 你会发现有些Podcast 你没有办法用两倍数去听 因为他讲话自然的语速 就是比较快一点点 你平多只能用1.5倍数去听 好那么就算数学一下 1.5倍数跟两倍数 他在推波上面 这个就是33%的差别 这语速是有差的 语速会决定你的流量 或者不会 我也不知道 毕竟这集就是一个实验 那他的结果 对我来讲是两周之后才会看到 那这集的Podcast就录到这边 他应该是为账面上 那个描述最广的一集Podcast 好那么就现在进入QA部分 首先第一个是 一岁的听众 我不相信你一岁 不想在太高单位 逼着打学长好听的节目一年多 一直想要来留言很久了 主要想要请教两个问题 1.Go Burnham是我最喜欢的 海味喜剧演员 海味是什么意思 因为或者对脱口秀的想象 也很欣赏 他可以将喜剧结合价值 就不会太多的说教以为 也想要听博恩对于Go Burnham表演 想法如何 是否有想过要有类似的表演形态 以及认为台湾目前 哪个喜剧演员适合 或者有潜力走 那样的方式或表演形式 2.有一天听话博恩突然想到 如果博恩有某些看法 或者是价值观想要传达 但爱与某些原因因素无法 以博恩的成分传达 好像可以自己留言 博恩在透过Podcast的方式表达 那样的 到着回答回去 第二个问题 这个我没有在Podcast分享过吧 我早就有这样子的想法 就是呢 我有些很想表达的事情 但我觉得不好笑 就是尝试过想要变好笑 但还是很难表达 就很难变成段子 我就直接把它拿来Podcast讲掉 这个是从以前 你也不用自己留言博恩 自己在主题里面就会把它讲掉 所以 我记得博恩的叙述 好像是什么点子以上段子未满 从以前到现在的定位 好像都是这样子 我如果懒得发展的东西 我就会拿来这边 当做垃圾场六条 好 然后 这个Bob Burnham 哇Bob Burnham这种表演形式 我以前可是完全没有尝试过呢 在这个2021年的双生道 就完全不是想要学Bob Burnham的 跟老师 对 所以 如果没被看到 或是没有成功 也不是我的问题 好 我稍微说一下 我刚才有一个强法 就是为什么他听起来不说教 至少前一阵子 我不知道最近怎么样 但是 他会去 当导演去导 其他人的戏剧端长呢 包括包含 我自己很喜欢的 Drew Michael 或者像 Eric Carmichael 跟某个人 这几个人 那他们的表演方式 我觉得 都 很内心 就是说他提出任何的大议题 他会用一种疑问的方式 他会问观众说 为什么我们总是这样的 为什么我们总是在乎别人的眼光呢 然后就开始讲一些段子 因为有些演员 尤其是英文的 我希望 我会大家仔细去观察一下 你会发现在讲英文 stand up的人 里面 大家很喜欢用第一认真复述 就是we 超爱 we的概念 就是说 因为我们就是超在乎他人的眼光啊 他不是说我 他不是说我超在乎别人的眼光 他也不是说 你超在乎别人的眼光 他也不是说 为什么这个社会大部分的人都很在乎别人的眼光 他也不是说什么 台湾人就是超在乎别人的眼光 你会发现 这些 在中文的世界里面 好像比较常出现 大家有这个印象吗 每次 都有人会讲说 我发现台湾人超爱怎样怎样 然后短话的人本身 自己就是台湾人 好像你没有在批评自己一样 莫名其妙 你就是你要嘛 至少你要嘛 就是 你要嘛 你要嘛就讲我们吧 到底为什么 你自己是个台湾人 然后你要出来说 台湾人 真的是超爱玩谐音小话 Hello OK好 没关系 这都无伤大雅 但 都只想强调 我看到很多 可能会被认为 比较缩教性的人 他们就说 我们就是太 太在乎别人的眼光 我们就是喜欢 最高杀低 我们就是怎么样 超级喜欢用这个台湾人 但是包括内卦 比较不会 他们就是会提出问句 所以缩教地位 也比较没那么猛头 因为他也没找到答案 他可以是完全一样的命题 但是当你用问句的时候 你是提出一个疑问 当你用就是那种 下结论句的时候 就会有种缩教感 你指的 类似的表演型态 应该指的就是跟音乐有关 那中间串场的时候 又不会太无聊 我猜想应该是这样子 有啊 我们就是宜成 我们想法是这样 目前台湾最接近的部分 我会觉得是宜成 下一位 Talby 杂耀真的帅到 OK 千金提要 之前在OpenEye 有小表演一段杂耀 然后这个杂耀 对不起 我在念留言之前 再想一下 为什么会杂耀 今年特别台风 到美国的一个督场的时候 刚好遇到另外一个台湾团 就是马戚团 叫Folka 然后他们有送我们 一个礼物 就是三颗球 杂耀的 那自从那天呢 我在饭店房间没事的时候 我就直接就无聊 就开始杂耀 我现在练的那个杂耀次数 我已经可以 丢六次了 就是三颗球 一二三四五六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都没有办法跨过六次的坎 就是我继续往七的时候 心里就会乱 那因为 现在就是小小的会丢六下 那个球的 然后 有一次OpenEye的时候 就想要把这个表演 想办法 套一个概念 涌进罐子里面 所以我就试 所以我在我的麦里面 有稍微 扎甩一下下 所以感谢你 但有帅吗 我也不知道 我目前是觉得还蛮臭的 你好伯恩 因为知道 你喜欢油画指数 所以 因为朋友分享了一个文章 里面提到色盲悖论 以及对他提出的问题 所以想问伯恩 关于色盲悖论 怎么要怎么证明 你不是里面的主人公 就是伯恩 首尔场的 赫薄顺存 莉莉 每天都开心 好感谢你 我们要来查一下 色盲悖论 我刚查了一下色盲悖论 但我不知道你的朋友 我对这个伯恩 提出什么问题 说好像没有办法回答你 他怎么证明 你不是里面的主人 没有办法证明啊 我说了 好像都没有办法确定 可是你很 我真的不知道 我这个人啊 不讲颜色的 我们不分蓝绿 也不分白 不要讲颜色 快死了 下一位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下次你再投稿一次 你把你朋友提出来的 给我反驳点 跟我讲 我可能会不知道 知道他什么回答 下一位 那一发现 伯恩居然因为外貌生 严上个小型 刚才回答 好 唉 这个我一看到 就不太想回应啊 这好了 我们开始吧 他说不问你 只有在听不问你 只有关注你 但我觉得这是演唱的原因 太好笑 特地跑来留言 怎么会 没这么普通的东西 都可以被演唱 甚至感觉更容易演唱 公开性的话 没被演唱 你演唱体质辛苦的 想说被问 你觉得你是变相理性主义 还是现实主义 看到很多人都以 没有度量痕 根本 不可能做到 为理有反驳你 但每次都觉得这种观点 好像可以反驳 任何尝试进度的可能 从而阻止 事情 更好 Thread上面看到 我可以讲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除了Thread上面的讨论之外 其他的地方 根本就没有来讨论这件事情 所以跟Thread上面的人的属性有关 第二件事情是 那个礼拜 也有另外一个演员跑来找我说 哎你知道你在 那个Thread上面 你在讲外貌这个东西 开始有些人骂了吗 然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说 骂我的人 里面有任何的论别 是能打的吗 然后那个演员说 好像想不到 然后就说 那就不叫演唱 就是对我来讲 被笨蛋骂 为什么被演唱 被 有常理 然后就是理性的人骂 才叫演唱 所以我讲的事情 根本就不算演唱 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 我一直以为是现实主义 可是最近的诸多事情 会让我觉得 我好像比较是理想主义 就是 所以不顾现实考量 就是说这应该办的到啊 没有人会偷懒啊 没有人会怎么样啊 但 可能现实就是极高几率办不到这样 所以 回到这个外貌的东西 都没有度胀和顿骨 可能说到 唉 这真的是低能道的回应 我不太想要回应 但总之就是说 我想要请问 我在Podcast里面有逼别人 不能称赞别人的外表吗 我好像只有说 我自己不会去称赞别人的外表而已吧 我有强加在别人身上吗 那这个是第一个天 然后 如果 每个人就管好自己 那说好 那我认同这个理念 我也不去称赞别人 或者我不认同这个理念 我就是要称赞别人的外表 这点点滴滴累积下来 如果 同意我的人比较多 那的确就可以改善这个事情啊 但是我在提出来之前 大家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我甚至是那时候的诸多帖文里面 有些人会泰过我 所以我是会看到的 我都不在队上面讲话了 但我实在是很想要回说 当同意你的人比同意我的人多 我再花时间来陪伴你 我不觉得 在队上面骂我那些人 你看他的爱心术 跟下面骂 回骂他的人 你就知道 大家其实比较认同哪一边啊 所以就算了 这真的是 没有什么好回应的